柔佛居鸾县成了新冠肺炎的重灾区 目前当地已经有88宗的确诊病例 其中新邦令金的甘榜拿都伊布拉新马吉和拿都伊布拉新马吉新镇 这两个村子就占了74宗 为了防止这个疫情进一步扩散 国防部长昨天漏夜发文告下令封村 从3月27号凌晨开始到4月9号全面封锁这两个地区 禁止所有居民和访客进出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在记者会上 就告诉大家这两个村的疫情的源头 初步调查显示 就是其中有四个人曾经出席大城堡清真寺的万人集会 然后他们感染了病毒 得了病毒然后回乡 然后这段期间他们出席了村子内的婚宴 还有星期五的祈祷活动 所以就让新冠肺炎病毒扩散 让这两个村子出现了四个感染群 如今政府下令封村防疫 相关单位也开始采取更严厉的应对手法 我国新冠肺炎重灾区 如佛新邦令金 一夜之间行动管制令升级 警方和武装部队也在主要出入通道 设立路障严加把关 不让车辆随意进出 就连运送物资的罗里也不例外 被拒绝进入后也只能掉头离开 被封村的拿渡伊布拉辛马吉新城 如今像被按下暂停键一样 没有穿行的车辆也没有行走的人们 整个村子一片寂静 当地区会议员马智利在和解冥台 Astra Awani视讯联系时 哽咽地要居民们保持冷静 全面配合指示 同时呼吁全大马人为他们祷告共度难关 新邦令金这两个地区的行动管制令升级 换句话说就是全面的封村 在那以前呢在行动管制令1.0之下 大家虽然说行动受限 但还是可以出门买食物啊 买日用品啊 然后你有充分理由之下还是可以出门 可是如今这个新邦令金 两地区650个家庭 3570人 未来14天 真的是只能待在家哪都不能去了 这两个星期他们用的吃的 政府会通过社会福利局给他们送上门 所有商业活动包括商场餐厅巴刹清真寺 全部都要关闭 只有医疗基础措施 当地民众会堂会在这段期间开放给人民检测病毒 而当局呢也会逐户鉴定 曾经和确诊病患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 除了当地人不准再出门 外人也不能再进入这两个地区 行动管制令2.0期间 政府将会派出警察 大马武装部队 大马民防部队和志愿警察 更加严厉地监督所有的地区 劝望民众遵守指令 而肉佛州卫生及环境行政议员 维加纳登他就透露 即日起呢 任何人如果故意违反行动管制令的话 警方将不会再发出任何警告 而是进一步采取严厉的行动 包括逮捕违法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